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公杀 我们今天看一下新服的新武将,叫炎骏 两个技能关朝,出牌阶段开始时 选择一项直到回合结束 一,当你使用牌时,若此阶段使用过的牌 所有点数严格递增,则你摸一张牌 二,严格递减,你摸一张牌 就是一直递增,你就一直摸 一次出现了一次不递增的,后边就一直不摸了 如果你选的是递减的话,是吧 那你就是一直递减,你就一直摸 不递减了,你就不摸了 那么迅弦,每名其他角色的回合限一次 你说回合外的技能,并且每名其他角色的回合只能一次 你使用或打出的牌,置入器牌逮时 你可以将之交给一名首牌比你多的角色 是吧,你认为他比你弦能,所以说叫迅弦 他比你多,你才能交给他 好的,那么咱们看一下直播中产生的录像 那么看一下这个录视频的软件 调一下,好了,应该调出来了 咱们来看这个了 随便电脑都知道是儿汉塞尔摩,你这不是没打空格吗 哇,这语音太强了 8号位反贼 都军之才,子龙强于我甚多 密码是125 啥时候都是125 这现在动态皮肤 水准都这么低了吗 阿玛阿哥都能拥有动态皮肤 你的动态皮肤呢 我也有一个,对,你说我想起来我也有一个 你的动态不错,张康 我也有一个动态皮肤啊,好像就是夏侯市 但是我夏侯市没有出场 所以说基本上相当于是废掉了 就攒到了刷任务去 125是不是因为首贵的几率是12.5% Mention送给你一个100子弹 嗯嗯嗯嗯嗯 Ul overwhelming 手贵的几率都被你们统计出来了 O Zまり first 不给,呵呵,不给 没给强食啊,没给强食 乌生于清俭 得生于悲推 钱财乃身外之物 完了他给曹瑞了 注意啊 当前回合人春牌上线加一 你给出的牌没有一种类别 当前回合人手牌上线加一 如果他把这张牌给夏侯 然后他又不出牌了 那他跟夏侯就是五得五 各摸一张那就是六得一六结束回合 是吧 但是夏侯专非要是去当坏人 那也是没办法了 说起来他俩还是亲戚 对不对 他俩还是亲戚 你看他俩的信你就知道了 夏侯专 夏侯娟都姓夏侯 夏侯四 夏侯四 三国三里边没有用这个夏侯娟的名 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 比如说不是正式确定的呀 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就不归我们管了 夏侯专 如果夏侯专是反贼的话 刚刚可以跟夏侯是六得六啊 夏侯专是什么鬼 一个小顺手 一个小杀 不拿乐吗 你再不拿的话就下放了 租房拿了 刘烟拿了一把决斗 中慧估计要拿一把桃子 应该不是拿桃就是拿酒吧 应该 嗯嗯嗯嗯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就应该拿桃嘛 他拿酒感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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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生鱼清点吗 你要敢给的话是楼省首拍上限加一 东海 皮肤就是动海皮肤 说话说这么长时间 哈哈哈哈 一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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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火连天 色白鹿 笑书神侠 已避云 这里动态皮肤都没配音了 还要强耍动态 你看见 动态皮肤都没有配音去了 还要强耍动态 有强耍的必要吗 丢一酒一桃 也是可惜了 发以名字 小发为名 顺利为宝 果然 我又老单了 我又闹单了 同志们 我又闹单了 这微微俱成 何等可敢再前进一步 完了 下次四张 我咋跟他来个四等四呢 我咋跟他来个四等四呢 这帮我三写将啊 完了 沈复一给我顺走了 我还打上九杀牛烟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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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还准备九杀牛 九杀那个谁呢 过穿他这么太强行了吧 那就少撑一张祖宗方的牌啊 递增吧 二点 这个其实是贝勒以后留的牌啊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好牌 所以说其实是一样的 二点...四点 ...二点 四点 二点...四点 来个刀 你妈不来 来不来 好了没有了 没有了那就正常出牌了 夜火年轻 色白鹿 小书神侠 一变 还没来 我的个乖乖 这么大的过牌量 连把刀都来不了 这么来个顺手 全阳顺这个副意也行 这么大的过牌量 你想一下我自己过了几张牌 再配合楼神又过了几张牌 这是要气死傻家呀 要气死傻家 把傻家气了个半死 闪电要不要续一轮 算穷了吧 保命吧 我被围了 好保命 好您说这可惜吧 我过牌量有目共睹吧 你回忆一下你用了哪些点 用了一个二点 用了个四点 用了个九点 用了个勾点还是Q点 反正这一路上来都摸牌 除了第一次这个二点不摸牌以外 后边的每用一张都摸一张 然后最后不能 自己不能过牌以后 跟楼神去过牌 还过了一波 这些全部都加起来 居然连个刀都没有 完了一杀两伞 一杀两伞 这留言还搞不定球了 同志们 一杀两伞还搞不定了 包养下猴吧 出了吧 就为了包养他 免得他等一会搞不起来了 我不是为了拼赢啊 我估计也拼不赢他 然后你再出的话就不能迅弦了 迅弦的话是每名其他角色的回合限一次 那就卖吧 防个蓝蛮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等一会我自己出牌也是需要的 是吧 你想一下 你如果本身都没有牌 你怎么来观潮过牌呢 是这个道理吧 观潮过牌就基于你用牌用的多呀 你把这个出出去 你等一会怎么用牌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就不能再出了啊 刚刚为了包养夏侯氏 还可以理解 现在那就完全没有出的必要了 他还是杀娟儿去了 夏侯氏 不叫夏侯氏 玩三国杀就按三国杀的规则来 你就夏侯氏 我有一个八卦 他望而却步了 知道吧 我有一个八卦 他望而却步了 这个是打算跟楼神配合三等三的吗 强行丢了一张牌了 就是配合三等三吗 但是楼神这一下谦逊的话 那就是四张球了 哦 那就四张球了 他这些牌将来能给别人啊 所以一定要寒冰掉 一定要寒冰掉 曹瑞给他牌的时候 他就可以分配出去 不光是曹瑞给来的牌 夏侯本身的牌也可以参与分配 所以说一定要把它削掉 一定要寒冰啊 你没有必要跟他碰血 对吧 他也着实没有必要跟人家碰血呀 他碰什么血呢 是不是 人家夏侯氏还有个纲 这台词配得多霸气 流烟是杀散散的配置啊 这个地方得耗头了 刚刚那个寒冰 完了 中会的套了 没办法 夏侯的套还可以通过寒冰的方式 那我估计周房搞不定他 杀散散 说搞定就搞定 多少得拿出点真本事 那过三张牌 那是肯定的了 对吧 那周房过三张牌 那是肯定的了 想都不用想了 不可能连三个段发都没有 小发为宁 青龙叶耳刀不要吗 青龙刀说不定 他两血 意义也不是很大 对吧 他两血 意义不是很大 好了 就两个闪啊 就两个闪 还剩一个闪 看你的厉害 好了 你也厉害不起来了 这微微俱成 而能 可敢 再前进一步 那我这个难蛮 我如果要开的话 我对面对眼偏闻 啊 同志们 赶紧打死刘烟 赶紧急火中会 这还想下一轮觉醒 搞鬼 但是想打死他弹劾容易啊 回合外纯四张牌还是有的 你看那桃子磕的 这桃子磕的 我去 这难蛮打的是敌人吗 如果开难蛮会怎么样呢 279 试一下 周期之间 可居所尽 会难瞒入侵 主要是下楼 主要是下楼四 不一定顶得住 大展宏图就在今日 随便吧 反正八卦也顶掉球了 腾甲不要也罢 腾甲不要也罢 他还真拿我腾甲 我把他当个炒 他还把他当个宝 这过牌的质量着实有点低啊 那么再开一个难蛮 夏侯士顶不住球了 周防还行啊 他有桃子 免得每次又敌的时候被搞掉 但是夏侯士掉一滴血 来换取 四滴血 还可以 走一个 然后我自己就没了 我就只能过了 完了 这一滴血掉的有点亏 他一个废人的血 换了我一滴血 他一个废人的血 换了我一滴血 一人一张 补贴了两张牌 我一滴血 补贴了两张牌 但是呢 我多丢了一张 所以说只能说 补贴了夏侯一张 对吧 那你说夏侯士也掉了一滴血 不搞 不搞 他的一滴血 没我这一滴血之前 所以说夏侯士是补了一张牌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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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直接煮的话还得等一会儿 还得等一会儿啊还得等一会儿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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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你杀我干啥呀 闪 你妈这张闪 没人想要 你给你吧 冲手拍吧 都军之才 此名強於我甚多 殺 閃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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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寫的啥呀 寫的啥呀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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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把他順過來 唉 每次只能寒冰打桃子嘛 不能收桃子 能把那個桃子順過來才強勢 但這一輪要小心中會了啊 中會這一輪肯定是要爆發的 肯定是要爆發的啊 這個沒汁了 有一個小順手 有一個小覺醒 還有一個小賣拳 中會這一輪是沒汁了啊 你要說我捉死的話 我也就被鋼裂了一下 對不對 換來祖宗方禪 那肯定大象還是賺的 對吧 那兩個貨桃子是易出的 特別是周房 桃子是易出的 所以說總會揍我一輪 這個是哀傢伙了啊 殺 那你如果能給他添一個樂 我就謝謝你了 愛命不尊 死有餘辜 誰讓你爆發的 那個龜瓦子 爆發力度比我還大 不告訴你 告訴誰 愛命不尊 死有餘辜 我的絆腳十把了 順手牽羊 沒蟹可計 我都給你準備好了 肯定要打無蟹的啊 這兩個牌 哪一張都不能順 對吧 這兩個牌 哪一張牌都不能順啊 你都不用脫了 直接打無蟹 你不要說 擔心他順到決鬥 哎呀把決鬥拖走 那傻子 都君之才 子民強於無勝多 真的嗎 地增地減 好像沒有太大的意義 球了 地增吧 要不要決鬥樓神刷一波牌啊 決鬥樓神刷一波牌 但是樓神要掉一滴血 決鬥樓神刷三張牌 但是他要掉一滴血 覺得沒必要 決鬥他一下吧 然後過兩張牌算球了 行嗎 過兩張牌算球了 一人一張 都君之才 子民強於無勝多 啊說的是子民了 女盟 我說他怎麼一個無將會說子龍強於無勝多 開始他在懷疑這個台詞 多輕幾遍才發現他說的是子民 應該說的是子民 不行等一會兒你再聽 如果他們激活我的話 這個是肯定可以聽到的 相信我 完了這個喜思一二 但是為了兵兵曹瑞也沒之兒了 冠軍之名 殺 大展鴻圖就在京 現在都開始浪費牌就了 現在都開始浪費牌了 現在都開始浪費牌了 你說我浪費一個決鬥就算球了 我那個決鬥反正要丟的 但是兵糧不用呢 心裡又憋屈的話 是吧 如果兵糧不用的話 他們一人摸一張 說不定夏侯就摸到第二張殺了 夏侯如果摸到第二張殺了 這又是有一個 有一個 煙雨的包養 煙雨不叫喬斯 喬斯是定算的 曹瑞有一個東西擋著 你說的是啥呀 燈趴 那是限定記的標記 那是限定記的標記 完了我這個鐵鎖還想刷牌的 我估摸著只能先優先解鐵鎖了 只能先優先解鐵鎖了 一川之地 豈容二虎 殺 閃 哎喲 只能給比我多了 這一次居然訓銜不了了 你媽對面清一色的 清一色的 清一色等於 只能取大魚哈 他們誰要是三張我就能給誰 嗯 地增 地減 先吃個桃子 告訴夏侯 我能三手牌 那沒用 但這樣很危險 相當於我們兩個人在鐵鎖上 我跟夏侯一人一招啊 發好一點 我跟夏侯一人一招 無中方能生有 對 老才不跟你們一樣浪費牌了 我直接過球了 他們太浪費了 太浪費了 但是這樣做很危險 相當於我們有兩個人主動上鐵鎖了 你可以考慮把自己鐵鎖改開算球了 你我推心致富 豈能相負 然後誰打一波輸出啊 你媽這主動方太肉了 打曹瑞呢 打一滴血回一滴血 截止到現在沒有不回血呢 樓神開個頭行吧 我去我還想要樓神開個頭 夏侯跟著 畢竟這一輪是四手牌 對吧 結果樓神沒殺 夏侯還行 無限了就還行 因為夏侯這一輪四手牌起步 再摸兩張就六手牌 六手牌絕對是有作為的 對吧 所以這個還蠻可惜的 還好 還好 有一個無限還行 你們誰帶個頭啊 無論打誰帶個頭 敢打夏侯那就打 不敢打的話就打曹瑞 是吧 敢打就打不敢打就打曹瑞 就這麼簡單 反正你們帶個頭 只要有人帶頭了我就簡單了 眼髮已明智 身體上不可正無 受之心不母 這微微俱成 俄等可敢再前進一步 我這個估計給誰都給不了球了 唯一最多 這個閃給不出去了 那這一輪只能地爭了 因為你上來就要掛刀 月營朝起沉暮眼 月飛 一點兒 朝起日半 十點兒 放開我的隊友 衝我來 鐵手不用了鐵手不用了 你要殺夏侯你不掛刀 上來第一步就要掛刀 那個老頭也不知道有沒有殺 但是夏侯是有殺的 夏侯是有殺的 衝我來 你隨便傻 鐵手你算我輸 你鐵手誰呀 鐵手曹瑞有個啥意思呀 鐵手曹瑞有什麼意思你告訴我 下根兒死了就老老實實地把曹瑞推下去不就行了嗎 那你急火他也行 都沒殺你發現了沒 都沒殺 都沒殺 那我現在開籃門 樓省也挨炮 夏侯也挨炮 周房也挨炮 他們一個回一個拳 虧死 三球了 手牌少一點 這樣回合也可以包養隊友 你們如果要揍我的話 我就可以包養我的隊友了 都沒殺 夏侯不是杖八他也沒殺 周房也沒殺 剛剛又敵的就是沒殺 知道吧 周房又敵就說明沒殺 或者說隨機摸一張殺上來 但是這個概率太低了 尚不可正無之心意 神提發夫 受之父母 其實現在的話 我兩手牌他們敢激活我嗎 如果不敢激活我的話 其實激活夏侯也是不錯的 富我大衛 對吧 我兩手牌 如果一擋我 我一擋用牌的話就能給隊友 他如果直接打夏侯的話呢 那夏侯有閃就出閃 沒閃的話就掉閃 沒閃的話就掉閃 是吧 所以說他們如果一開始就打夏侯四的話 不知道會怎麼樣 有可能是受制於沒有距離也有可能啊 那就地減 是吧 因為勾點比較大嘛 勾點比較大 那就地減 看刷上來的牌是什麼了 你上給你刷個Q 不如火 源源不絕 哈哈哈哈哈哈 重駐嘛 咋的啦 這不就出牌了嗎 多大個事 這不就八點 聚群臣而加勳 龍天子之契運 不及一時 是什麼 揮拓是什麼 回血 我再開萬劍能摸一張牌 樓神要挨一炮 像老師也有可能要挨一炮 但是有可能打死中會 開吧 有可能打死中會 這曹瑞還真剛 這曹瑞還真剛 開萬劍就是球文啊 打死中會不就穩了嗎 那你以為怎麼打穩呢 他是一出的閃 他也是一出的閃 他就掉一滴血 他倆掉兩滴血 我虧了 我虧個鬼 下午出一張閃 你刷兩張牌 是吧 兩個人都是一出的閃啊 樓神的話是隨機的一張牌 了不起掉血 曹瑞是有可能被打掉的 打不掉的話就把中會打掉 就這麼簡單 穩賺不賠到萬劍啊 最擔心的就是樓神掉一滴血嘛 是吧 這兩個是絕對有閃的 我虧不賠到萬劍 馬後怕啊 馬後怕啊 他倆沒閃我 為什麼要開萬劍啊 開馬後怕 夏侯是怎麼殺的 夏侯哥 想一下是怎麼殺的 神經病一樣 還馬後怕我也是追了 那我馬後怕我萬劍 我不就不開了嗎 我既然開了他就是有閃子啊 哎 你們這個邏輯有問題啊 想問題不全面 甚至是沒有一個確定的思路